掌舵领航 也可以交换顺序 写作领航掌舵 是目前各级党政一把手 一向重要的政治正确 主要使用于各种正式场合的公开讲话 标准的用法是以下的固定居士 过去一年取代的成绩 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关于掌舵领航的出处 也许正在批判本台节目的诸位领导 会认为是出自当代中国头号文号之首 确实 蔡书记独创的蔡时领航文学 博彩古今中外之场 以优雅整洁的对账 反复华丽的排比 热烈精妙的比喻 天马行空的想象 震朔古今 他把报告 铺写为诗歌 以笔为剑 挑开政坛密布的乌云 他把讲话引用成乐章 将信仰的天籁传递到人间 从此 中华大地上再一次有了光 也因为善于旁征博隐 好词好聚的积累遥遥领先 不仅遥遥领先 而且毫无保留 常将胸中的笔墨全属脱爬而出 所以领航 掌舵之类的好词 自然也是常常使用 常用常心 弄出各种新的组合 以至于人们误以为 领航掌舵 也是蔡书记的原创 仔细研究起来 掌舵一说 当然是起源于1964年的歌曲 但在习近平之前 真正拥有舵手称号的人 只有一个 而他伟大舵手的称号 也早已随着他生命之火的熄灭 被封印在了共和国的心脏 而领航二字 开始进入携手们的事业的时间 则要晚了多年 通常用于科技和交通航运行业的宣传 开始流行的时间 是在新千年之后 2015年9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启程 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夫人专程来到机场 热情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 并计划在与奥巴马总统的会谈后 亲自出席联合国首脑峰会 此次出访前 由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在平衡 中美关系持续恶化 尤其是军事上的摩擦日益频繁 出于现实原因 2015年的中国迫切的需要与美国改善关系 并期待能达成一次里程碑式的重要访问 为了给习近平访问美国 营造良好氛围 新华社在9月22日 习近平启程恢复美国之前 发表数评文章 为中美关系掌舵领航 文章称 中美关系巨轮 航行在颠簸的时间之海 置行万里 中美关系巨轮驶向未来 而文章中的掌舵者 当然指的是 照片中的这两位表面朋友 而不是今日的艺人独享 虽然这篇文章中所说的掌舵和领航 并不是过去熟悉的中国味道 也与未来几年所说的掌舵领航 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却是掌舵领航四个字 首次与习近平产生联系 也标志着巨轮和舵首的意向 再次重返中国政坛 习近平本次访问美国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美关系再次和解 亚太在平衡实质破产 在随后三日的联合国会议中 又成功地初步建立起负责任大国 和发展中国家领袖的形象 中美平起平坐 似乎指日可待 在国籍上一时风头无凉 而掌舵和领航 聚轮与舵首的意向 也自此真正地与习近平的成功 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联系 2016年新年前后 新一轮的国内文宣战线开始发力 新华社连续发表 总书记记时系列文章 2015年12月30日发表的 改革强军奋级中流 习主席和中央军委运筹设计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记事 首次在不起眼的位置提出 这信心来自习主席亲自领航掌舵 几天后 1月3日发表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治国理政记事 首次提出 中国号巨轮 以及中国号巨轮领航者的概念 领航的概念 登上中国国内政治舞台 一个月后 署名国平的作者 在新华网发表文章 中国巨轮在伟大掌舵中 行文致远 二论习近平总书记 治国理政 新思想新成就 这个作者国平是谁 与其他中央部门的 谐音笔名老牌写作组一样 国平也是一个官方背景的写作团队 隶属于中央网新办 首次亮相是2014年的4月 国平作为最年轻的 喉舌写作组以创作强度高 反映速度快著称 这篇文章说 今天 中国这艘巨轮稳步前行 正在于 由习近平总书记 这个高瞻远瞩 运筹帷幄的掌舵者 在于他有深沉的文化自觉 和文化自信 写作组的捉刀人 不可能不知道 相较之年轻时尚 现代化的领航 掌舵二字 是一段已尘封了40年的不堪过去 漫山遍野的赤旗 排山倒海的欢呼 夹杂着红色的硝烟和鲜血 这两个字的政治敏感性 是每一位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员 雕入骨髓的深刻认知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冒险唤醒封印了40年的幽灵 将掌舵的概念 带回中国党政圈 2016年初 习近平已坐上总书记的宝座 三年有余 国际和国内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此时此刻 对于党中央的官方称呼 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 而不是我们更熟悉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恢复这个江泽民时期的称谓 还要等到2016年10月的 18届六中全会 各种区别 局中之人又是如何玩味 如果说 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位前任 使时代的大事 决定了个人的命运 那么2016年的习近平 则更像一种 我命由我 战天斗地的豪情气概 而几年间取得的 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似乎也确实证实了 这种想法的科学性 于是乎 宣传机器开足马力 偶有一些出格言论 全当试探政坛风向 如果说 将毛时代的极度威权 与新时代的中国巨轮 相结合地掌舵领航 在这个时期 还仅仅是一种政治试探 那么最敏感的政坛冒险家们 则早已投注出了 自己的全部竹马 这个时期 政治嗅觉最灵敏的几个豪杰 当属于李洪忠为代表的 一批先锋 没错 就是那个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的李洪忠 他们掀起2016年的 讲政治风潮 重提核心论 主张从胡时代的惯例 往江泽民时代的惯例回退 与后起之秀蔡奇相抵 李洪忠文采稍训 但理论扎实 言之有误 与蔡奇亦须一识 引领地方领导 发出无限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的声音 得此二将 是乃国之大幸 党之大幸 人民之大幸 这里既然讲到了 人气更高的蔡奇 那就再随便胡扯几句 习近平的第一个总书记任期 带到中央的核心团队成员 须之可数 随着习派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胜利 谋划首都布局的工作 自然地被提上日程 派系中其他人员 均布局在更重要位置 或是专业岗位 当时职位最低 同时专业不对口的蔡奇 便成为了布局北京市的 最佳人选 2016年10月 蔡奇空降北京市市长 2017年5月 晋升市委书记 三年时间 实现火箭式升迁 以火箭速度窜升的蔡奇 除了展示出过人的执政魄力之外 其超凡的文学才识 也第一次为公众所知 在过去 因为职务原因 蔡奇只能隐于幕后 而现在当上了北京市委书记 作为地方党政一号大员 终于有资格 公开发表政治评论 在处理北京市的政务之余 蔡奇第一个在公开场合提出 习近平重要思想的概念 并以北京市委书记的身份 向人民日报投稿 蔡奇的文章说 要把习总书记重要思想 作为案头卷 工具书 作用名 从向人民日报投稿开始 蔡奇的文学创作之路 以发不可收拾 逐渐成长为一代文豪 不得不佩服 总书记慧眼十诸 若不是由总书记的提拔 当代中国第一文豪 或许只能落得个 泯然浩瀚人海 默默退休的频繁结局 而在另一条战线上 在2017年9月 中共十九大前夕 掌舵领航四个字 大量地出现在 解放军相关的政治类报道中 也许是因为新上任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尚不满月的苗华 在升职到中央军委之前 他是海军政治委员 他麾下的海军携手们 虽然大多没怎么出过海 但并不妨碍他们 欣喜蓝色海洋 当然也很自然的 对领航和掌舵情有独钟 而苗华与总书记 亦是有数十年的交情的故交 苗华从八十年代起 长期工作的第三十一级团军 军部驻地就是福建厦门 2017年10月18日的 中共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 象征新时代的领航 和穿越时空的掌舵 虽然已经逐渐爆端 但上还属于御用文人们 武文弄末时 偶然的点睛一笔 而自这一天开始 掌舵领航四个字 终于正式地登上了中国政治的核心舞台 18日和19日 各位参与大会的党政要员 在各自的代表团分组会议中 纷纷表态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热烈支持 孙春兰 杜庆林 王晨 刘延东 栗战书 周强 张庆黎 赵克之 蔡奇 以及多位省部级大员 不约而同地 在各自参加的分组会议中喊出 许得伟大成就的根本 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 至于这些大员们 是怎么写出篇幅的内容如此高度一致 有兼有些许细微差别的总书记 十九大报告独厚感 是从栗战书的中版 还是丁薛祥的习版 亦或是来自中宣部的神秘之首 甚至是新华社记者们擅作主张 冒名发表了他们的谈话 不过 宣传战线的胜利在十九大取得的伟大胜利里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天头而已 至于谁是这场政坛宣传案战中最大的功臣 我认为是当时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现在的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 黄坤明从福建到浙江 与任职地方干部时期的习近平共事多年 使职的总书记无限信赖的可靠手足 安排黄坤明进入中宣部任职 并继一步升职为主管常务工作的副部长 就是为了在中宣部获得更直接的影响力 而黄坤明确实不负众望 至于说这个最大功臣 为什么不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刘起保 而是副部长黄坤明 大概可以在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上窥见端倪 刘起保在本次大会中落选了政治局委员 此年三月 去全国政协当了副主席 不仅淡出了权力游戏的舞台 而且在政协副主席中排名第二 去去张庆黎之后 只能说 政坛的赢家对于他在中宣部的工作 确实谈不上非常满意了 而他昔日的副手黄坤明 不仅接下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席委 和中宣部部长职务 还在下一次的幻节中 虽然未能进步到政治局常委 却仍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席委 最后南下广东 留在了政治舞台上 十九大结束 掌舵领航的标准用法 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 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开始为各级干部所知 并成为一块检验忠诚的试金石 在十九届政治局常委中 李克强一次也没有用过 掌舵领航这四个字 说不出口的那句话 也许就是李克强职业生涯中 坚持到了终点的倔强 栗战书是掌舵领航说可能的发起者之一 他首次公开谈到掌舵领航 是2017年10月18日 也就是第一个P字 汪洋第一次公开用掌舵领航的 标准巨事发言 是2019年的3月 王沪宁第一次公开支持掌舵领航 是2022年3月 13届全国人大无资会议 赵乐际投向掌舵领航的时间 和王沪宁一样 也是在2022年3月的 13届全国人大无资会议 而韩正则要更加倔强一些 他首次大谈掌舵领航 是在2023年 本届最后一位正国籍大员王岐山 他和李克强一样 直到退出政治舞台 也没有说出感谢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 不过对于西一代的政治玩家来说 总书记既是领导也是长辈 开口表达对总书记的无尽感恩 似乎并不违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而且似乎也没有人想做那几个 与官场主流格格不入 污染政治空气的一类分子 而对于最亲近总书记的几位干将来说 能够对标准巨师进行一些个性化的二次创作 也是表达与总书记的亲密关系 或是表达自己的不同地位的一种形式 只要有总书记定向 隐行 我们就有无穷的信心 无尽的力量 就能无往而不慎 而李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也没有使用标准巨师 而是交换了掌舵和领航两个词的顺序 领航掌舵 在政府工作报告这样的重要文件中 做这样的特殊动作 其中的微妙政治意味 彰显出的政治高度和智慧 值得我们这些看客细细玩味 而先知先觉的高级领导们 已经在总理的表率之下 纷纷改口把领航放到掌舵之前 成为全新的标准 在大领导们学习使用之外 掌舵领航这四个字 也被以各种专题学习和宣传视频的形式 向遍布全球各地追求进步的中国青年们 传递来自总书记的温暖 力求做到每一个人 入脑 入心 入魂 如今 掌舵领航四个字 已经不再是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的专用居士 而短宇使用权限的下方 也意味着失去了原本检验忠诚的神圣性 不过话说回来 省部级以下的干部 本来就没有资格向总书记敬酒 最后我想说 我们见证过掌舵领航四个字 从无名文人笔下随手写旧 到被高级干部选中奉赏 登上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 再到失去真实的意义 最后沉淀为冗长的八股报告中 一个固定的段落 而下一次又将是哪一句话 是哪一个词 会成为官场进步的阶梯 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能力 更离不开灵敏的嗅觉 很久以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